今天是仙女湖的大结局了 上集我们说到 江西西云的天空中 有来自地府的墨者灵魂 有来自凡江的大汉巢 百万虎狼之师 还有哪吒的玉林军 在和天元大帅的天平天将在战斗 地面上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了 小七不想再有无辜的人死去了 他想阻止这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这时候天上来了一位老头告诉他 只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可以阻止这场战斗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拿起地上的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剑七老爷死了 老百姓们流出的眼泪 瞬间流向了仙女湖 而此时小七也获得了人世间 最强大的力量 那就是爱 此时的心与大地 全部被小七的爱包围了 大汉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 你拥有了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人们的眼泪 人们的眼泪填满了仙女湖 这三个条件已经够了 小七你已经成仙了 我不想成仙 也不想离开你们 只要可以解救大家 停止杀戮 我什么都可以做 恰在此时 玉皇大帝终于露面了 第一件事 就是将天元大帅和邓子精拿下 这俩人应该是做了替罪羊了 仙女湖见玉帝来了 本来他可以问出那句话 但此时 他已对这个男人太失望了 玉帝向他解释道 当年他为了拯救三界 不得已与另一部落首领的女儿 联姻结盟 可以说 玉皇大帝是为了三界的众生 才先身的 为此 他也内疚了数万年 仙女湖很不理解这些话 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跟他说 没必要一直让他等下去 一个人身体死了 心还不死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此时对玉帝想要补偿仙女湖 仙女湖的条件很简单 那就是让死去的百姓可以复活 这个对玉帝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顷刻间的时间就办到了 第二就是让小七和飞月 能做仪式夫妻 如今的她 已把自己的爱 全部转嫁到小七身上了 小七就代表着她 天神 不能与凡人成亲的天规 不可破 小七 你只能以凡人的身份 与飞月 做仪式夫妻 我愿意 于是玉帝又抽去了 小七的仙谷 老大和老三又将小七送到了地面 这个小仙女经过二十年的折腾 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爱一次了 小七 师父 你们一定要幸福啊 小七 你一定要快乐 这不是2022年的新开始吗 给大家来点咱们喜欢的 财神爷在财神庙里大放钱财 有人拼了命的去捡 但也有人根本看不上这些钱 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钱 那能叫钱吗 接下来咱们就来讲述 这一部财神送财的电视 看看财神爷会不会来敲你家的门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要不刷着刷着就找不到了